Apple Watch的這個降級啊 我們大概花了六天 我收到通知了 那現在一樣回到那個 蘋果原廠的 特約維修站 我們去把那個Apple Watch拿回來 就把報修單拿給這個店員 看起來蠻新的 好 那這個Apple Watch降級 我就有拿回來了 我剛才在現場有稍微配對一下 然後我的盒子啦 我的這個錶帶 他都完全退還給我 不過我覺得一個很特別就是說 他給我這個好像是全新的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整新的 就是說是不是他整個換一個新的給我 因為我上面本來是有保護貼 可是保護貼已經不見了 那他給我的現場這樣子拆開的話呢 基本上這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吧 那我已經配對完了 我等一下就是會去看一下序號 又或者是說他幫我 把保護貼撕掉去清潔過 總之我覺得這個感受蠻好的 就是他整個是這樣子盒裝 這樣子給我 好 那我就先 再把整個程序弄完 我查一下序號 來最後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降級的 這一個過程 降級完了 我現在手錶就是退到10.5 那我的手機呢 是17.51 所以就是可以配對了 版本是的確有降級下來了 好 那我查了一下序號 他的這個還是原來的啦 所以他應該是有把我的保護貼有撕掉 他有做一個清潔 然後用一個盒裝 這個都整個都是很乾淨 那所以 這一次的話我覺得降級 首先我就是講說 我建議你們就是不要再去升級 iOS 18跟手錶OS 11 因為我覺得他裡面有一些 如果不穩的話 像如果你有一些工作 他會閃退啦 APP就跳掉啦 或者一些不能編輯 你就要降級 那手錶的降級就大概 六天到一個禮拜 那你就是只能給官方 因為他這個OS 11是最新的 所以他說好像現在不能 外面比較不能去降級 還有就是他可能要用 特殊的轉接的去接 可惜的地方是我這塊 貼的保護貼是小好的 很好的保護貼 他把我撕掉了 但是沒關係啦 至少有降下來 所以買一個經驗 以後就不要假老 就是 去升級升太快 因為可能有一些不穩定 會影響到你一些使用的APP 好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 那今天還蠻滿意的啦 就是蘋果的這個服務 為什麼我喜歡蘋果的產品 他就幫你這樣解決好 然後讓你整體的感受都蠻好的 一個禮拜我覺得是還好啦 然後可能把你的保護貼會撕掉這樣子 好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對人很有幫助